既然背负了沉重的使命 那早起还算什么 已经重生第五次的马美 开始上小学 在新生欢迎会上 她看着两个闺蜜 蓝眼内心的激动 而当她遇到真理时 两个人对上了暗号 真理向马美道歉 自己欺骗了 她真正发生事故的时间 马美也表示原谅 上一世 真理担任副机师 执行飞行任务 她想要在事故发生前 更改航线 却遭到了正机师的阻拦 这一世 二人决定一同搭上那班飞机 阻止事故发生 小小的两个女孩 从六岁就开始计划 锻炼身体 努力学习 同时 她们也没有放弃 有友情的修炼 和美宝还有小夏 成为了死党 马美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之前国立大学 但是专业改成了工学院 虽然和真理不在一起 但是二人会在放学过后 一起学习航空知识 最后一次的成人礼聚会 马美和真理尽情释放 上了大二后 马美申请进入了航空学院 笔试 体检 飞行测试 还有面试全部拿下 多亏了小时候 和真理一同练习 终于二人一同靠近了航空学院 就连唱笑歌都滚瓜烂熟 马美第一次的飞行 还是笔 较紧张的 毕竟这能与飞行游戏 相提并论 经过艰苦的训练后 马美和真理顺利毕业 进入一家中中小型航空公司工作 这期间 他们也没有忘记原本基因的任务 拯救三田老师 给爷爷换药 阻止林奈陷入婚外情 到了29岁时 二人顺利当上了机师 但是还有一件事 马美在上一世从事医学研究 他发现了几种罕见的致病细菌 还发表了论文 这应该是他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但是现在他不从事那个工作 要怎么帮助研究人员积攒应得呢 他来到先前的研究院食堂 本想要假装偶遇员同事 却在一遍一遍设想后停住 他用手机搜索相关咨询 发现致病细菌的论文已经发表 难道是因为自己上一世 拖延了进度 马美和真理 还遇到了正在卖艺的小福 小福说 这时他放弃音乐前的最后一天 二人听着他最后的演唱 内心百感万千 妹妹的婚礼如约参加 马美的同事的关系也渐渐熟络 一切都准备好的二人 再次来到当初的餐厅吃饭 这一次他们遇到美宝和小夏 热情地将他俩留下同座 四个人尽情地回忆 过去 离航班起飞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依靠二人多年积攒的经验与人脉 本应该一同搭上937号航班飞行 而马美却被换掉了 一问才知是前辈中村机长要求的 并且她的理由充分 职级更高 令人无法拒绝 二人要怎样化解危机呢 关注我 咱们下期大结局见